一步步踏实小心端茶 正如爸妈平时的呵护 平时活泼的孩子静下心 认真奉上热茶 妈妈喝下的全是感动 比较贴近的这种行为 他反而自己其实也不好意思做 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反而就会借由老师这样子的引导的话 然后就会感觉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很卧行 男词中国小部举办孝亲感恩日 三年级学生奉茶表心意 一年级的孩子则是帮家长育足按摩 歌声表爱意 妈妈们感动泪流 会回想很多宝贝以前很小的事情 就觉得现在长大了 孩子用行动说感恩 也让家长感受成长的喜悦 大爱新闻 陈一珍 郑瑞萍 黄威然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 橡视频道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